他向上 文汐 你以前有没有去过法国的马赛 有啊 我们光出差就去过好几次呢 我指的是你入职之前 有过 上大学那会儿 那个时候学校和马赛的大学 有一个交流活动 还是霍老师带的对呢 霍老师 那次活动就是霍老师赞助的 然后霍老师还跟我讲说 我们当时住的酒店 和Alice合伙人是同一家 我超开心啊 因为我上大学时候的梦想 就是能拿Alice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还不认识 那个时候还不认识 不过呢 我在校园里 有经常见到你们三个 然后大学入学的时候 秦也还有帮到我 不过你们应该都不认识我 老大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啊 没事了 你去忙吧 好 对了 以后尽量不要吃的 别的同事看到了对你影响不好 好 还有事吗 老大 我 说吧 有什么话直说 沈总 我想辞职 是 你是在这里做得不开心 还是有新的打算了 都没有 我只是想 休息休息 如果你想要休息的话 我可以放你几天假 可是你连夏家都没有找好 就要辞职 我不能答应 可是我 我 我 你是要去秦也那里吧 我 文汐 就按照你目前的阶段 秦也那里 根本就不适合你的职业发展 好了不用说了 你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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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茶 这哪像是个孩子 能画出的画啊 叶子 你的这幅画 是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吗 对不起 我不该打断你 小树叶 胆子大 咬着手儿把风撞 风儿一见害了怕 乖乖丢下 沉河沙 小树叶沙沙沙 相互说着悄悄话 你就要当哥哥了 啦啦啦 明天大树 就开花 对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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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是 你看 我先走 你 我先走 我先走 你 你们走后我还担心呢 想想啊 还是过来看看你吧 英文那天发了那段录音 是默许录的 默许 默许来找过我 说齐磊发生车祸前 看到我和英文在一起 齐磊受了刺激 才开车出去发生了车祸 把那辆车的刹车 被别人动了手脚 齐磊死 或许并不是意外 什么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知道 齐磊出事那天 我是和 医院发生的关系 可是那天我喝醉了酒 我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 侯老师 这么多年了 您是最清楚我对义恩的感情 我的确很爱她 但我绝不会因为想去得到她 而去伤害义恩和齐磊 义恩和你 后来再没聊过那晚发生的事 没有 没有 齐磊过世之后 或者应该说 齐磊失踪之后 这件事就变成了秘密 因为心灵肯定很累疚 我知道 她宁愿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她就可以更加坦然面对齐磊 面对我 她宁愿 莫许是怎么知道那天发生的事的 有可能是莫许救了齐磊之后 齐磊告诉她的吧 可是 齐磊怎么会 这么想我呢 她怎么会认定是我害了她 因为 她死后 你看上去是利益既得逞 我 要是利益既得逞 这些人都要负你了 这些人都要负你了 我根本不在乎公司 我留在公司就是为了益恩 可就算我再爱益恩 我也不可能设计去杀齐磊 所以 莫许说她是回来为齐磊报仇的 在法国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有人出现在 疗养院齐磊的兵房里 然后现在就去世了 默许并没有看到那个人 但他认定是我干的 我也解释不清楚 虽然他处处针对我 但有一点他说的是对的 有人要害齐磊 齐磊绝对不是自然死亡 你给我的法国车牌 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下面你准备怎么办 我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 如果些真的是被人害的 我一定换团一个公道 好 我支持你